哇 老師 營建股每一檔的漲勢都不一樣 我們該怎麼看怎麼操作呢 好 這營建股其實它要分成兩塊 第一塊就是在上市的營建股 那第二個就是在上櫃的營建股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分 那該怎麼去操作 沒關係 今天的節目我來講給你聽 歡迎收看財經及時通 我是芳芸 讓我們歡迎胡正宏 胡老師老師好 芳芸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老師 營建股現在又續創高 那我們該怎麼看呢 要選誰才比較好呢 好 這個營建股在這個地方 實際上它是用輪動的方式 它並不是大家一起來 那有些是股票它漲多了 它就會休息 那可是有些個股它又繼續在漲 其實每檔股票的格局就不太一樣 那到底該怎麼看 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 好 那第一檔是552的這個遠雄 好 那遠雄投資朋友你去看 它是上櫃的 其實你會最近會發現到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營建股 上市公司的營建股 它漲了兩三天它會休息一下 可是呢 上櫃的營建股有蠻多檔的 但不是每一檔 漲它就怎麼樣幾乎不回頭 它就天天在漲 好像就漲不停的感覺 然後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休息 也沒人敢去追啦 那也就是變成造成這些上櫃的營建股 它漲勢就會比較兇患一點 因為沒人敢追嘛 然後它又不回檔 所以籌碼就比較集中 所以在這地方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遠雄這個地方 它也是大概從這個 應該是說55塊 就一路在這個 剛開始是慢慢吞吞的了 可是後面就開始怎麼樣飆出去了 那這個地方當然它跳空上漲 這個地方的話 代表它是一個非常強勢的 一個一檔股票 是 那但是以最近今天 今天來看的話 那所以說這個地方的關鍵點 69.3 它就不能夠去跌破 如果它又再度跌破的話 可能就不是那麼好了 可是我覺得那個離的蠻遙遠的 因為它今天漲停板是80.6 對 69.3 最少要跌個兩天到三天 才會到 那因此這些營建股 只要它 實際上我跟投資朋友講 像這種比較 漲勢比較飆的股票 你要怎麼操作 你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 因為我沒有飆出來了 第一個就是五線 五日線 這個五日線 只要它沿著上面在跑 基本上 那個它還算是強勢股 那如果說它比較差一點 又拉回來了 那它十日線最少要守得住 那最差最差的就怎麼樣 回測這個月線 那回測月線如果不破的話 只要它的動能又再進來 就還有機會 也就是說你最後的底線就叫月線 那如果你是做短線操作的 你不是說什麼我想做什麼波段的 像這樣子的 搞不好你只是做什麼 當沖 隔日沖 還是說兩三天之內就把它賣掉的 那你就是以五日線跟十日線 來做你的一個操作的一個參考 因為一般的真的強勢股 它都會沿著五日線 它幾乎盤通只會跌破 跌破收盤又會收在五日線之上 像這種才是真正的一個強勢股 否則的話 基本上它的動能就不是非常強 好那我們再看什麼 黃昌 黃昌這檔股票就是一樣的 它就是它的漲勢 就是我剛跟你講的 銀劍股的這個上市的部分 對 上市的銀劍股 你說你看它的這個漲勢 就沒有像剛才我們所看到 那個遠胸有沒有 一直漲一直漲一漲 他就這樣休息一下 又漲 休息一下又漲 就這樣子 然後就沿著什麼 沿著月線在跑 對 就回到月線呢 買盤又突然又進漲 它又衝上去了 那衝上去之後過高 又拉回 這就是一漲股票 常常就是這樣子 那一般投資人會受不了 像這種 對就是說 它已經漲了對不對 然後突然來個 喔 長黑開高走低 因為你當天買了就被套了 不是嗎 所以很多人會受不了 那一直像這種股票啊 你要跟它買的話 要有耐性 也就是說 只要它沒有出現真正的 比較所謂的一個 轉弱的格局的話 我覺得都還可以續爆 可是如果想介入的人怎麼辦 你就是等它回測月線 的時候呢 找買點 對 再找買點 因為每檔股票跟每個人一樣 都有不同的個性 所以說你在操作股票也是一樣 你要先摸清楚它的個性 你再去操作 那就跟人一樣嘛 你要去跟這個人交往 你是不是要去摸清楚他的個性 你才有辦法去跟他交往 如果你都不懂 你也不知道他的底線 或是說你不知道他什麼的喜好 我相信這兩個人也不容易在一起 這都是一樣的道理 好 那再來呢 我們就看什麼 國陽 國陽在這地方也是一樣 他在整理的時候的這個時間 也是算蠻長的 也是一樣 他是沿著這個月線在跑 你看他25開頭 也是上市的營建公司 所以營建公司很奇怪 他就喜歡這樣漲一下就停一下 有時候停很久 停半個月 對 那你有些人就受不了了 所以趕快賣 等到你一賣 又開始漲 有沒有 常常就是遇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才跟投資朋友講說 你要跟他去操作像這種上市的營建股 你就是第一個 沿著月線去跑 那要不然就是 等到他真的出現 有比較明顯的一個轉落的型態 你在做出脫 你這樣才有辦法去賺到他的一個波段 否則的話你這樣 抓孤照比 你認為他不行 他又漲給你看 所以這個 在營建股每檔股票都不太一樣 投資朋友你真的要看仔細了 好那我們今天就跟你分享到這邊 好感謝老師今天精彩的分享 也不要忘記追蹤老師的LINE跟Telegram 財經即時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學在善導寺 我們就來看看善導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聽什麼歌吧 欸同學同學 你下耳機聽什麼歌啊 我在聽這個 喔 訂閱理財說看頻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欸 真的 太有Sense了吧 掰掰掰掰 我們還能不能再見面 按讚訂閱留言 跟我一起輕鬆理財